嗨 各位好 灰熊的Frybear 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样使用这种简单的画布 你可以把它粘贴在这种8号 这个是一个8号的一个画板 这是我平常来画画的 那它的背面呢 你就用线把它画出来 画出一个4号的大小 那里面的这个大小呢 这个8号比4号宽这么多 那这个里面的这一条到这一条呢 这个刚好是33公分乘24公分 所以你只要留这一个到这里是33 这里到这里是24 它就会形成一个4号的画布 然后呢这个放上去 那你用胶带呢 这个胶带在外面就买得到 你可以买纸胶带 纸胶带呢它比较不会 你撕下以后这个旁边粘粘的 那画完了以后呢 它大概贴上去大概就是长这副样子 它会长这样子 那这个撕下来它就不会粘了 所以你撕下来以后 大概我们画完的画布呢 就会形成这样 就这两天画的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旁边脏脏的 可是你画撕下来以后呢 它就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我试一张给你看 那这样撕下来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贴在你自己家里的墙壁 或者是你的橱柜上 就像我背后的这种墙壁 它就会很完整 你就不用去用框 要不然这个你用框的话会很沾面积 因为它要 你会使用到很多的空间 储存就很麻烦 那如果拿下来呢 如果你画了很多张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 哪一些你要换掉 比较漂亮的 你就把它贴出来 那其他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放在纸箱里面 我们放在箱子里面 你的储存就很方便 好 这个就是 怎么使用一个4号画布 这个画布呢 要怎么定 这个在曲组里面有 你只要跟他讲 你要4号画布 大部分呢 我们定这个画布的大小 我量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是33乘24的 各加2公分 各加2公分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没尺 你就把这边量一下 这边应该是35公分 这边应该是26公分 那这因为多2公分的关系呢 这就是你贴画布 贴钢才那个交代的东西 我们在一卷画布 在苗栗定的 那苗栗定他帮我们采好 然后送到家里 好像是3000块一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运送费 不知道是几百块 大概啊 大概有一百多张 所以一张 我们那时候算得大概 18-20块 这样 就这么一块布 成本也很便宜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个储存方便 使练习很方便 你想到要画 你就贴上去就可以画 好 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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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